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那台北股市還記得 昨天指數大漲143點上來 大家都說 哎呀 馬錫會這個通過之後呢 現在這當中台北股市 渴望出現一個所謂的一個 政治紅利出現 那我們昨天的解盤當中 跟大家提到 關於這個馬錫會 我們不必把它妖魔化為說 馬英九一定要去賣台灣什麼的 但是我也說 不必過度來做期待 畢竟你要去想一想 現在兩個人握握手 台灣經濟就會好嗎 不會 紅色供應鏈 就不會來威脅台灣了嗎 不會 對不對 面板LED報價就會止跌了嗎 不會 手機平板的需求就會增加嗎 還是不會 所以我說這些問題都沒有這個當中解決 你說光是兩個人見見面 這台北股市就要一路的大漲上去 我跟大家講 不必過度期待 那今天大盤指數的部分 如我們所預期 昨天漲個一天 大家開心一下 今天又恢復到震盪整理 早盤指數開出平盤漲1點 盤中漲14點 最低跌28點 收盤是小跌6點做收 現在又回復到一個比較理性震盪的狀況 518的滿足點會在哪裡 會在8940的位置 當時我們說 期待能來這裡 現在也真的已經接近 這兩天指數 今天最高來到8871 逼近到這個位置了 那當然逼近到這裡之後呢 會提醒大家 再接下來要去注意的是什麼 第一個 是不是有過熱的現象 包括成交量 會不會這當中太大 包括這當中類股輪動 會不會太快 都是接下來要去小心 第二個要去注意的是 外資 你說外資昨天大買200多億 這對台股來講是一個大利多 外資現在要大舉加碼台灣了 那我提醒大家 你要去注意看的 不只是外資昨天買超現股217億 你要去注意 外資的動作 他賣超的指數2900多口 賣超的選擇權更達到1.2萬口 他在做什麼 在做一個兩手的策略 那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是接下來要去特別觀察 如果說外資接下來 看起來在買股票 但是其實在指數 一直在賣 一直在賣的話 那指數接近到 我們所說0.618附近 也要小心 會不會有拉回的一個風險 不過這個部分 先把它擺在一邊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並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還是回到我們所說的 哪些股票拉高要跑 哪些股票拉回要買 這才是重點 那為什麼說指數不重要 重點是哪些股票要買 哪些股票要賣 我們這麼講好了 最近的大盤指數 你看到這樣子來回震盪 上個月底最高來到8757 這個8757點的位置之後 回跌個200多點 跌到8503 又拉高上來 來到8871 那有些頭顧老師會說 哎呀如果說指數在8700 這個時候把股票賣光 這裡就把股票這當中 大力來做買進 哎呀這樣不是最完美嗎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樣如果你想這樣操作 你反而賺不到大錢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就像我在之前 在前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有提醒過大家 當指數震盪的時候 如果你總是想說 哎呀有些股票獲利了結 想要等低檔再接 問題是好股票 不會讓你有低檔可以接的 是不是這樣呢 好我們就拿一個例子 談到這一波我們鎖定 大戶進貨股價轉強的 智慧汽車3380的明太 對不對 還記得當時 好我們跟大家談到明太 從這當中 9月底跟大家做預告 每年配息1塊2到1塊4 每股進至18塊 股價明顯低估 重點是智慧的車用雷達 明年要量產出貨 帶動明年的業績 將因此有機會大幅度成長 那9月30號那時候還在減資 我們在正式買進是在什麼時候 10月3號那一天 14.95元 正式推薦給會員朋友買 好那等到指數拉高上 來到8757的一個高點的時候 他來到多少 那一天他的收盤價叫做16塊8 我說過如果你把它賣掉 你可能會沒有低點可以買 是不是這樣 好那你看到875716塊8 如果你把它賣掉 等到指數8503的時候 他的股價在哪裡 已經超過16塊8了 你根本沒有低點可以買回來 對不對 那等到指數現在又上來 今天明太的股價高點來到多少 19塊7 你會發現到 如果說你想要把在這裡 股票把它賣掉 強勢股就趕快跑掉了 結果你可能賺到前面的12% 可是現在14.95% 漲到19.7% 現在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32% 等於說你想要在這裡面 哎呀這地方賣 這裡買 這裡再來賣 看起來好像很完美 但是如果你做的是強勢股的話 你會發現根本不可能 對不對 一個大盤再拉回 他就衝上去給你看 讓你根本沒有低點可以買 這我之前都有提醒過大家 對不對 所以我會強調在這裡 真正要賺到錢 還是跟大家回歸來 談到哪些股票可以買 哪些股票要賣 轉強的股票你要懂得買 像明太 我們不是說漲到18 漲到19才叫你去追 當時就跟大家做預告 14塊多 就帶著會員朋友來做出手 轉強的訊號出現 我們會帶大家低檔卡位 那強勢股上去了 也要記得要軟掉掉 你才能夠在股市當中 真正賺到大錢 否則你看到這一波行情 這樣指數來來回回 很多投顧老師 哇這當中每天都說 他有什麼股票 今天又漲停 今天每天變出一堆漲停 可是我問你 你去加入之後 你到現在有沒有能夠去賺到 30%的一個利潤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會建議大家 真的你要改一改你操作的方法 不要在那裡殺進殺出 重點你要去鎖定 真正能夠幫你賺大錢的一個 強勢股 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然後呢 當他上來沒有轉落訊號 就繼續 好 那重點當然這地方 除了說 轉強的股票 你要懂得買 強勢股要懂得爆 那 也跟大家講 有些股票 你還是要賣 你不要想說指數會上去就好 對不對 我再舉個例子來看 談到說 還記得10月28號的時候 那一天跟大家談到痔情 談到那一天 蔡英文發表了 這個亞太生技醫藥 研發產業中心的政策 大家全力看好所謂的生技股 那我反而提到說 有些股票你要小心 例如痔情 雖然說他在這裡 也發布了一個大利多 他的癌症新藥 安能德R 現在獲得了美國FDA的核准通過 哇 這麼大的一個利多 可是股價上 第一個 指標未過前高 第二個 K線出現三壓盤旋的信號 就跟大家暗示了 這個不太好 對不對 那你說 10月28號 那當時的股價在219塊的價位 今天指數創新高來到8871的時候 智勤股價在多少 在214塊半 就算給你買在8503 給你買在他最低點208塊半 你頂多也賺6塊錢 根本沒有什麼賺頭 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在高檔的 現在指數看起來在創新高 你會發現你都還套牢在裡面 對不對 那不要講智勤 再來講 不要買說8503 你買在80 這當中 宏傑科 還記得當時 我提請投資朋友 這個不叫W 很多頭顧老師 隨便一話就告訴你 這叫底部了 我說技術面 如果你看得懂 所謂操盤及技術分析 真正的操盤高手會知道 這裡漲上來 他其實是空方在控盤 這裡漲上來 其實是大戶在做出貨 那反盤應該做什麼 站在賣方 站在空方 對不對 那結果洪傑科 你看到 就算你買在8059的時候 股價是在92塊 現在是多少 指數漲了800點上來 他還跌了10塊錢 還跌到81塊下去 最低跌到70幾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都會叮嚀大家 在這裡當然指數的風險要去顧 那最好的操作策略 你還是可以這當中 站著大盤拉高上來 去找一些弱勢股 來做一個避險的動作 那如果你不避險 你一樣就要去做什麼 提醒大家 在這裡 操盤重點 哪些股票 拉高要跑 那哪些股票 拉回要買 你要去分得清楚 就是我之前所說的 轉弱的股票要趕快跑 弱勢股反彈也要出 對不對 轉強的股票 你要懂得買 強勢股要讓人抓住 這樣你才能夠在股市當中 賺到大錢 才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成為贏家 當然你會問 那怎麼去知道 一檔股票到底在轉強 到底在轉弱 到底什麼是強 什麼是弱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極品操盤團隊的一個網站 在我們的部落格上面 都有提供會員朋友 別人沒有的五大服務 雲端的技術分析的教學 加入極品操盤團隊 你可以除了可以享有這當中 盤中指令 潛力股的即時代盡 而且一定代出 分析日記 大盤的一個觀點 潛力股的完整追蹤之外 另外在我們的部落格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都有提供我們會員朋友 雲端書櫃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讓你從K線 形態 波浪 你說你不懂技術分析 一點一滴的基礎開始教會你 真正重點在於雲端教室 超盤級技術分析的課程 教你是什麼 教你就是要怎樣去看懂 到底什麼叫做強勢股 什麼叫弱勢股 什麼叫轉強訊號 什麼叫轉弱訊號 讓你看得懂 你才能夠這當中 跟著我們安心的來操作 甚至每個禮拜 還有兩次的實戰教學的 一個會員專屬影音 讓你能夠一邊學一邊賺 一邊賺一邊學 去想一想 為什麼我之前會告訴大家 明太14塊多 這地方可以全力來做買進 因為他已經有大戶進貨 轉強訊號出來 為什麼漲到16塊 跟大家講不要亂賣 這當中繼續跟人吊吊吊 讓大家能夠去賺一個波段利潤 這就是超盤級技術分析的功用 能夠讓你一邊賺錢 一邊學習 一邊學習 一邊賺錢 對不對 為什麼洪捷科 我之前在90塊 會帶我會員朋友放空 結果大盤漲到8800 你看到空單一樣能夠賺錢 關鍵在哪裡 就是看懂結構 什麼叫弱勢股 轉弱訊號出來 能夠事先來做避開 這個部分提供給你 用意在哪裡 就是希望我的心願 希望會員朋友 第一個 瞭解我們的選股邏輯 從這裡面 你瞭解了 你買才能夠買得安心 抱才能抱得放心 到最後才能夠賺得開心 最終目標你學會了 學會了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成為股市當中 真正的操盤高手 這也是我們的用意 當然在接下來的行情 當然我會提醒大家 接下來指數在這裡震盪的時候 鎖定的重點還是在我們所說的 新世代汽車的商機 更節能更安全更有智慧 哪些股票拉回來可以買 舉個例子像建林 建林的部分 當然我們之前就已經在這個8月份 強力推薦給會員朋友 現在股價大漲到190幾塊的時候 我也說過不要再去追 今天是一個拉回 拉回我們也會繼續跟大家來做追蹤 提醒大家 今天建林當然消息面有利空 這當中他的一個客戶叫高田 安全氣囊現在出包 這個股價今天就跌下來 就有利空出來 不過我會先提醒 這個看似利空其實是沒有太大影響 甚至有利 其實是利多 為什麼這麼說呢 時間關係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去想一想 高田是他的客戶 他的安全氣囊出問題 什麼問題 他裡面的一個所謂的氣體的發射器 有這個問題 出包的零組件是建林做的嗎 不是嘛 跟他沒有關係 對不對 換句話說 這個跟建林沒有直接影響 第二個 為什麼說反而是利多 因為高田這個所謂的安全氣囊有問題 氣體發射器有問題 全球遭修高達3,400台的一個 車子要回來要遭修 反而這當中要修理 需不需要帶這個定心的零件給人家 要嘛 所以這個部分高田反而緊急下單 原本的供應商可能供應不足 或者是有問題 那轉單轉到建林身上 反而帶給他840萬顆的集單 那第三個呢 他前三大這個當中 萬一高田說 哎呀像本田投優 這個亨達就說 以後不用高田的安全氣囊了 那改用其他的這個安全氣囊製造商 可是建林他不是只供貨給高田啊 可以這麼說 全球前三大的安全氣囊製造商 都是建林的客戶 那轉給誰對他有影響嗎 也沒有影響嘛 所以這種股價拉回來 投資朋友 你要怎麼做 不是叫你明天就跳進去買 記得拉回來 從技術面 要再找買點 那另外包括神達的部分 這當然我們已經獲利了結 我們就不多談 明太的一個部分來看的話 這個部分 股價在從14塊 最近也已經漲了三成上來 還是繼續的大賺當中 那這是上個禮拜 也跟大家鎖定的新世代汽車黑馬的商機 電動車材料的股票 已經突破經濟規模 開始要轉虧為盈之後 有沒有發現 講完 29號先漲3.2% 指數那一天下跌了 跌了94點大漲 好 10月30號股價又大漲7.1% 那今天大盤沒有動 你有沒有發現又漲了7.5% 又開始往上再創新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關鍵在哪裡 在指數嗎 指數今天沒有漲 在於很多股票 其實你不要說 等到指數低點到哪裡了 才要買 強勢股的部分 很多沒有太多低點讓你買 你要懂得好好把握機會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把握 我們持續鎖定在 新世代汽車商機當中 可以說是市場上 這當中獨門的專賣店 帶你鎖定最有爆發力 未來這一年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記得兵非貴益多也 唯無武信 足以病例料敵取人而已 股市如戰場 我們不要貪多 我們就集中火力 在最有爆發力的產業當中 幫你在這個股市當中 要賺得比別人更多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把握 這一波大波段的機會的話 歡迎大家好好加入 我們基品操盤團隊行列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投資亮點 馬上再回來 看你這麼年輕怎麼就氣喘兮兮的 爺爺你怎麼都不會喘 除了運動 我也定期做體勢能檢測 體勢能檢測 你看 全國各縣市都設有體勢能檢測站 提供民眾檢測 項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影法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要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99健康99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成通投顧 極品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您專業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現0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待盡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待盡一定待出 精準分析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故事中的長勝軍 成通投顧值得托付2752 5868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帶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很多人都把它解讀為所謂的利多 什麼話題呢 就是針對現在入資來台灣 想要來投資很多半導體產業 甚至想要來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誰呢 就是紫光集團 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說 哎呀 現在入資要來台灣買股票 要來台灣入股 甚至要來併購收購 這對台灣產業不是一個大利多 會有合併的題材 股價就會漲了嗎 我先提醒大家 那這一波入資來台 跟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移動說要來台灣 找這個像遠傳來做合作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當時2009年的時候 大陸有的是自己的市場很不錯 可是技術實力 第一個沒有那麼強 那所以他需要找台商 第二個這當中 他們的資金實力也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會採取一個合作的方式 想要共創雙贏 可是現在經過了這麼多年 2009年到2015年已經過了6年 這6年來最關鍵的是 中國股市這幾年大漲上來 創造出來多少的土豪 那這些土豪現在來台灣 他不是說我要來跟你合作合作 他是怎樣 他是抱著一個這當中 這個可以說蠻野蠻的心態 想要來這當中 看你誰比較不錯 就把你給整個吃下來 那這整個吃下來 他怎麼吃 來各位投資 我們來看一看 這裡面 這個禮拜的金周刊 有這個特別在介紹 紫光集團的股權分布 大家去看一看 我重點不是要談這個 我是要談到裡面 有去採訪到 關於紫光集團董事長的趙偉國 他講了一段話 他最近挖走了 花雅科董事長高啟權 又砸下了194億入股歷程 那現在這當中 又來台灣說 放話要併下聯發科 因為我的錢多 談到聯發科的時候 他就突然強硬起來說 價格戰指的當然是 智慧手機的晶片市場 如此的激烈 那他底下的一個 這個IC設計公司叫轉訊 他說我的轉訊可以不賺錢 但是你聯發科能不賺錢嗎 因為我的資本比他強大 這個展訊 他每年有這個紫光集團 背後有幾千億的資金 在那裡當後盾 每年賠錢他不怕 可以一直賠一直賠一直賠 可是聯發科 如果賠掉更多錢 他就會慢慢受不了 那言下之意 他現在在怎樣 對付台灣的半導體廠商 就是要讓你打價格戰 你兩個選擇 第一個投靠他 整個賣給他 那第二個選擇 當然如果你不賣給他 到最後他就跟你兩敗俱傷 來打價格戰 那讓你賺不到錢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說好你賣給他好了 可是賣給他到最後 台灣的IC設計公司 有的就是人才跟技術 到時候整個會不會被整碗爬去 剩下個空殼 或者說台灣的一個製造商 很多都已經到大陸設廠了 結果現在整個被大陸買走 那台灣剩下什麼 大家去想一想 所以我會跟大家談到 這個問題要去好好思考 跟這樣的土豪來談合作 這真的是利多嗎 這根本不是利多 而是與虎謀疲 現在陸資來台灣 不是要合作 是要劣食 看似利多 其實對台灣的整個產業 未來反而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其實是個利空 先提醒大家 那為什麼要提醒大家 這是告訴大家 這一波之前跟他談到過的 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大軍來襲 千萬不要去小看 很多面臨中國紅色供應鏈威脅的 這當中你一定要去避開 那哪些股票你要去避開 我當然沒有辦法一檔一檔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有需要 我幫你來做診斷 都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那我們才能夠幫你 把資金做最有效的運用 鎖定在什麼 鎖定在我所說 未來不怕中國紅色供應鏈 相反仍然有產業性 全球都在爆發性成長的產業 找出來裡面有競爭力的公司 錢是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 這樣子的股票 我們繼續來準備 賺它一個大波段 這樣的機會 才能夠在股市裡面幫你賺大錢 就像去年 我們鎖定自動化設備的商機 對不對 華漢那時候170元以下推薦 這樣的股票 才是我們要給你的 或者是像是這一波 智慧穿戴裝置 以及OL 帶動LED的需求 我們鎖定到 像至今這樣的股票 對不對 業績開始大幅度成長 股價有大幅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 那時候55塊多 推薦給會員朋友 對不對 後來創造出六成的一個利潤 這樣子的大波段操作 才是我們要給你的 那接下來 當然全力鎖定在 新世代汽車的商機 消費者買車 現在要更節能 帶動油電混合 電動車 燃料電池車 但消費者買車要更安全 帶動胎壓偵測 安全氣囊 防撞雷達 環車影像 循跡防滑 V2V ADS 這些關鍵零組件的需求 對不對 那裡面很多股票就這樣上來 同志 是不是就從一百一十幾塊 大盤下去 他也一樣 漲個一倍給你看 對不對 建林 從7200到現在 這股價已經大漲到198塊 當然最近拉回來 還要再找買點 神達的部分 這我們已經這當中 又賺過一趟了 明太的部分 這當中 最近也已經漲了三成多了 會員還在繼續賺 接下來新的黑馬 我們也開始來做鎖定 像這樣的公司 電動車裡面 最重要的電池管理的一個零組件 品質領先業界的情況之下 現在這當中 獲得了美國的一個大廠 獨家的供應訂單 新產品 也開始要來做出貨 充電站的一個零組件 也開始來供貨 帶動業績未來將持續走高 這樣的股票 要不要趁著大戶進貨 拉回時逢低來做布局 想逢低布局的投資朋友 我們都歡迎大家 如果你錯過了之前的 這當中 明太錯過了之前的同志 錯過了之前的至今 這樣子的好股票的投資朋友 歡迎大家跟我們鎖定這一波 新世代汽車商機的黑馬股 一檔一檔 要來幫你來做鎖定 記得孫子兵法所說 兵非貴一多也 唯無無盡 注意病例 料敵 取人而已 股市如戰場 我們不要貪多 不要什麼都想買 鎖定在最有爆發力的 新世代汽車的商機 跟著我們全力來做一個 炸波段操作 賺到大錢 我給大家的承諾 第一個 保護會員朋友 預設停損 嚴控風險 聚當死多頭 該空就空 該多就多 多空雙向操作 不亂槍打鳥 不亂射飛鏢 按照選股SOP 看準目標才出手 鎖定爆發性產業 大波段操作 現在加入 還可以享有別人 沒有的五大服務 除了盤中指令 分析日記之外 雲端書� 技術分析電子書 雲端教室 超盤級技術分析電子書 雲端教室 超盤級技術分析 線上課程 會員每個禮拜 還有兩次的實戰教學 讓你能夠一邊學 一邊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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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學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讓你買得安心 抱著放心 最後賺得開心之外 有朝一日 你也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想把握的投資朋友 歡迎大家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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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